答应很久的餐具分享我终于剪出来了 哈喽哈喽我是泽泽 今天呢分享的都是之前在评论区被你们点频道的碗类餐具哦 关键地方记得截图哦 A1是一款多功能的蒸蛋碗它产自日本 在之前的视频中也有展示过 盖内呢是一朵白色的山茶花 底部是一个古音logo 它的瓷器内部是非常通透的 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润又细腻的 碗的外部呢则是金边山茶花和金龟甲状的祥瑞图案组成的 蛋碗拿在手上也是比较轻巧 轻奢又雅致说的就是它了 A2的汤中我非常推荐 可使用的范畴非常广 家里几乎每天都会用到 这款是一个圆形的顶部把手 碗身有一定的重量感和厚度 所以它的保温性也会比较好 表面一圈可以看出来都是手绘的装饰线条 它的使劲容量跟刚才那款比 会看出来会大一些 整体风格也会更古朴一些 这款是真的推荐 A3呢是一组布丁碗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它来烤其他小分量的甜品 比如舒芙蕾 这款就很经典美式复古的设计 立体的佛雕英文图案 还有模拟做旧的颜色 这个布丁碗是比较偏轻的 也会有一些手工制品的那种小瑕疵 但综合价格来说还是可以的 A4呢其实是一款法郎陶瓷蛋糕盘 但也是法式烤布雷中最经典的布雷盘 它的边缘呢会有一圈齿轮状的纹路 小小一个拿在手上非常厚实 表面做的也非常光洁致密 这个印的红色我觉得做的是非常正的 在鲜艳的同时又不俗气 A5是一款来自法国的烤碗 它的容量和性能在家庭中可以多场景使用 正面是一个凸切的图标logo 碗身的线条设计我很喜欢 带点复古又时尚的感觉 底部呢是品牌的标识设计 整个烤碗的质地是很光滑的那种天然不粘右面 所以轻是什么还挺方便的 这个品牌的颜色做的也都非常讲究 B1是一组系列碗来自日本 吃饭啊喝汤吃面都可以用 碗是比较薄脆的那种 顺带图案我非常喜欢 我手上拿的是大号的红色鹤碗 整个碗都是鹤的元素 底部是一个鹤的logo 不太美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巅峰处 碗那些又下彩的鹤元素 不太挑剔的话还算精致 我还单独买了一个鲤鱼的碗 图案更复杂颜色更深一些 说代表生意兴隆的意思 那主看到的人都恭喜发财 财源广进 B2是一个中式点心盘 我之前用它做个水果沙拉 它以后两个图案 一个佛首款一个桃花款 碗身是这样带青色的斗笠状 实在要说的话 就是这个桃花画的 我不是特别满意 整体质感是还可以的 但性价比处于中等吧 B3是拉面碗 之前出视频就有很多人 评论留言问了 这个碗它虽然大 其实它是比较轻巧薄脆的那种 你听声音就能感觉到 黄色呢是兽和凤凰连在一起 黄色则是双喜纹和龙连在一起 这组碗我觉得 江古韵和鲜艳的 现代色彩结合得非常好 之前买的显示下架了 你们可以自己咨询一下哦 B4是非常实用的中型烤碗 所以我放在了这里 基本你想要做的 它都可以满足 这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品牌 烤碗非常的扎实 有厚度 底部是品牌的图标logo 它其实是一个系列碗 有很多颜色 但这组里我最喜欢这个绿色 这个品牌的柴品质感都非常不错 推荐大家了解一下 B5是来自英国的蔬菜系列碗 跟前面几款手工制品来比 这款明显更加商业化 大众化 我会买它单纯就是因为它的印花 我非常喜欢这种蔬果 甜约氛围的印花图案 从产品质感和风格的角度来说 不是那么精致 但是让人觉得轻松可爱 图案还有很多 可以自己了解一下哦 终于到最后B6了 这也是一组系列碗访唐词的 我觉得它的实用性和性价比 都是非常高的 整体设计是简约带一点复古 餐具本身有一点厚度 但也不会很重 这组餐具也是非常好清醒的那种 在家里搭配金餐沙拉都非常适合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有什么建议和疑问 可以评论留言给我哦